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时候 我好想做一条小鲸鱼啊 在水草间游啊游的 我又无虑 没有烦恼 可是有时候 我又好可怜它 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 可我们毕竟不适宜 对吗 我们楚家大少爷还是保留着半夜传唤别人的老习惯啊 你可以不来 可我还是来了 服务员 你好 预备蓝色邀机 其实我今天来呢 就代表我已经输了 不是输给了你 是输给了宋安乔 你觉得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她宋小姐 居然可以让我们楚飞远怀疑自己 看来我输得不圆 废话少说 我 那天我派人监视她 事后就发现 自己败得一塌糊涂 现在我反而想感谢她 是她送完桥 让我重新找到了我自己 少跟我提那个女人 除非远 你其实一直都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只是在犹豫 到底应不应该为了一个女人 改变自己 你只是在犹豫 到底应不应该为了一个女人 晚安啦 都不应该为了 你怎么不想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